Day York 困難模式的情況下斷勝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相信大家如果有最近留意我們的公司 那麼多同事的YouTube 應該就發現我們每個人都開始進行一個挑戰 是什麼事呢? 話說我們微辣在8月12日 終於迎來我們的九周年 所以趁著這個機會 我們每一位幕前都會拍一段影片 跟九周年有關 藉此就挑戰一下自己突破自己的客人 那你見到的我 其實就是挑戰完成之後 不知道你們鏡頭看來的感覺 覺得我有沒有瘦了一點 應該是會有一點 因為可能就是這個鏡頭問題 但實際我也是瘦了 瘦了多少呢? 對於我來說其實都真的少少 因為我本身很重 但這個數目對某些人來說 可以是很多的 那說回來我今次做什麼挑戰呢? 我就是要挑戰連續九天 每天都只吃一餐 就是這個間歇式斷食 不過這條影片就不是要推介斷食 有什麼好處、壞處 或者是怎樣 純粹我對自己是一個挑戰 再加上這種斷食也好 間歇式斷食也好 就不是所有人都會用的 所以如果你們看完之後 有興趣想試的話 我就建議你最好請教一下醫生 或者營養師 看看你的身體的情況 然後你現在看到的我 已經是挑戰完了 現在我們就時光倒流 回到九天前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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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哇 由於這個結果 太有震撼了 我想我也是等我九天之後 如果挑戰成功的話 到時和大家對比一下 這個數據應該可以幫我 更加有決心要成功這個挑戰 再說完 那我這九天呢 雖然我吃了一餐 我也希望我這一餐 但我想我吃得健康一點 不是一餐 然後我就大魚大肉 因為上完榜那一刻 你是會很內疚 你會很有決心的 但是可能那一陣子 我的人呢 適應力很強的嘛 很快就忘記了 加一條薯條 加油 開始有少少肚餓了 但都玩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說了些東西 分散我的注意力 雖然我不做運動 但是他們也是做運動 OK 所以我第一次 開始有點肚餓的感覺 但是還不頂得順 應該多點三個小時就可以吃東西了 那第一天呢 應該最難就是晚上 可不可以平安到 那希望OK 正當我好努力的 用這個打機 來分散我的注意力 讓我不要經常想 我自己肚餓 或者怎樣的時候呢 耳仔呢 他們都知道我今天 是要開始挑戰的 那他非常好 他就叫我現在下去 陪他買麥當勞 還有是要陪他吃飯的 我們每天都要一起吃飯 你要說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陪我一起吃飯 因為我不想 因為你少了一餐 然後就少了社交 是 因為我們中午晚上 我們都可以一起吃飯 你開不開心嗎 你開不開心嗎 拍拖你拍拖你 開不開心 我覺得減肥最難呢 就是他 他是令我肥了那麼多的原因 OK 那我們現在去食物吧 但不是 我想一下 我們這裡是挑戰 挑戰 是可以失敗的 但你只是第一天 那好吧 第一天失敗 比臨尾才失敗 就前功盡快 都對 那你吃什麼呢 我想可能都是 雙倍的 關卡士 我不會吃的 都是大家看完了 訂閱 訂閱 我們回到家 現在就陪你吃飯 看看東西 你也是想吃嗎 其實我不是很怕這一刻的 雖然這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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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刻也挺可憐 但我比較怕晚上 那一頓 你晚上吃什麼 沙律 這個很殘忍 嘩 這裡做蜜蜜 算是這麼好 我拍了一點點 看這影片 大家也可以拖 找東西吃一下 其實很少東西 平時跟你一起吃蜜蜜蜜的時候 你會點一個餐 之後再點一個雞翅 今天是不是 對 沒有了你 我覺得現在太少東西吃不去 有些空虛 吃我 拍攝嗎 嘩 嘩 看著 它成功令我開始有點餓 但是不怕 我看過很多斷食的影片 都是餓的時候 喝水 喝水就可以解決你少少肚餓的感覺 感覺 有嗎 有蒜條嗎 有蒜條嗎 對 像是橡豬的脆皮蒜條 謝謝你 去喝水吧 喝水就飽了 有蒜條嗎 對 有蒜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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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想要挑戰夠的 但第一天已經是這麼困難重重 做甚麼 跟你好像一樣 你成招 冠軍如虎虎 哈哈 煩的 嘻嘻 差不多7點鐘 我認了我今天是第一餐 我應該是十多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其實今天就不算是完全吃一餐 因為昨晚就吃了宵夜 這一餐之後 到我翌日的下一餐 即是同一時間 那才是真正難的考驗 看看我們今晚吃甚麼 這是我今晚的晚飯 你看到就是一些牛 還有一隻薩蛋 還有一些蕃茄仔 還有青瓜 那底下是沙律菜 這就是我晚飯 我平時吃沙律 一般都是不要醬的 這樣就是一餐 但這裡我比平時少了一點 平時我會多點三文魚 還有點三果 但今天我想 其實OK 應該一樣的 這是你的餐茶 你喜歡吃晚飯 對啊 你會吃宵夜嗎 對啊 九周年啊 這麼開心 但OK的 經常看我吃 好像吃那些薄薩 麥當勞 炸雞 但其實這份沙律 我都覺得OK 健康的食物 我覺得它算是 我會吃得下的食物 這裡最難頂 就是這個小番茄 我就接受不到 所以這個牛肉 我就是用來 切一塊牛 切一塊番茄 這樣放下去 這樣就可以令我 沒那麼難接受 這是一個早前發現的方法 因為我以前吃不到番茄 現在就可以了 分散注意力 本來想到今天不直播 但我決定要找些東西做 那我就直播了 那這班人 他們知道了我 要斷食的這個計劃 他們就開始不停說些食物 來引誘我 OK 你看看 陪菜什麼 魷魚 黃金鮮油 有此理 還說會發這些圖 上TG Group 那我就不會中計 我是不會上TG 都不會看IG 在這個斷食的第一天 已經有很多阻滯 很多魔鬼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吃 我已經趁你洗澡 偷偷地去吃了 肚餓的時候 好 早晨 第二天 剛剛就上了磅 感覺是挺好的 各方面都有點下降了 但我想會不會這麼快 其實一天做就有效果 但不知道 因為磅這些東西 就很有趣 就算在這些體造成磅上 其實你人 早上、中午、夜晚 你磅都是很遠的 這可能和你身體結構 我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但今天提議 都是一個動力來的 說一下昨晚的感覺 昨晚留睡前 其實真的挺肚餓的 出去喝點水 最後都睡到睡了 你叫做什麼吃? 我叫做半老爹 半老爹? 對呀 你喜歡吃半老爹 多一點點 我不喜歡吃 真的嗎? 是 你身形告訴我 不是 太過分了 你覺得你喜歡吃半老爹 多一點 還是 多一點 學術星頭 大家聽到嗎? 看到嗎? 我在什麼情況做斷食 我呢 有替別人做什麼 204 7天斷食 人家都在一個很好的環境 有些人支持他 我就在地獄困難模式的情況下做斷食 很嫩的 你看 很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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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聞一下 聞一下 謝謝 聞到嗎? 我還有兩個小時 我當時還是不吃沙律 我還說要吃拆雞 蛤? 做什麼? 我的挑戰是一天吃一餐 你面對一點點誘惑 你就改變了 形勢已經不同了 嗯 你為了九周年了 你當我喜歡吃沙律 我想說吃沙律 沙律更貴 別想為你健康無價 我先喝水 喝水 一定不飽 每次這個時候喝水 他都可以幫你換解這個肚子 可以這樣說 補時了 23小時22分沒有吃東西 其實正常我7點是可以吃東西 但我第一天就試試我們24小時不吃東西 之後其實每天就是這些小時 7點多 8點都可以吃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每天一餐 然後今天呢 我被他們身邊的惡魔擊敗了 本來希望每天都吃清一點 我今天就只吃這個炸雞 但我不知道吃炸雞 其實可能都影響不大 因為這樣的間歇式斷食 其實它就要消耗你的脂肪 炸雞我想它是不是全部都是脂肪 它就方便幫我消耗 我不知道 看看有沒有專家告訴我 其實行不行 因為我想看的它是斷食 就是不健康的 其實你也不用太控制吃什麼 但如果減肥 當然你就是吃清一點 你看什麼 就是因為你才吃炸雞 你第一天在我旁邊吃M技 昨晚在我吃杯麵 剛才吃炸雞 你還想我怎樣 現在還有半個小時 我就完成到了 但我想說我現在的心 是有點痛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偶爾一兩下痛得痛 我不知道關不關 外景成功斷食了24個小時 他就說我開始這個細胞止洗 但可惜我已經沒有時間 給細胞止洗了 我準備要洗雞扒 可能下次 24小時 45分 差不多25個小時 我們結束 我們這回合斷食 早晨 不知為何這麼早就醒了 所以很麻煩 今天我還要叫到晚上才可以吃東西 看看是什麼情況 但我相信今天第三天 應該不難的 應該習慣了 今天就叫了一份牛肋骨 然後還有一個咖喱和一個包 今天這餐就希望吃飽一點 明天頂得久一點 早晨大家 今天就是這個九日挑戰的第四天 由於昨晚吃得挺飽的 所以今天起床 暫時沒什麼肚餓的感覺 所以我就決定 我應該先保持這個策略 晚點這餐要吃好吃飽 這樣就可以令我愉快一點 輕鬆一點完成這個挑戰 還有今天就上了磅 我發現就是那個磅數 也有一個好 向著一個好的趨勢 16點 吃飯 今天吃潮原 吃完飯 今天獎勵一下自己 見到成績記號 加條雪條 早晨 今天終於來到第五天了 現在就要回公司開個會 挺好的 我覺得斷食 就是你經常都想吃東西 特別是這些時間 有些東西給你做一下 讓你分散注意力 是一個不錯的事 果然 我想說 你做這個斷食 最重要是給自己做 平時在家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這個時間是最難捱 是最想吃東西的 但是今天真的要回來拍攝 然後聊一下 其實我這一刻 我都沒有很肚餓的感覺 甚至我又沒有 挺舒服 甚至那個人很輕盈 再一次斷食了 14小時043分 我叫了車制麵 就簡簡單 免費吃太多東西了 不過車制麵有9個菜 餐是多到他要另外裝給我 我想到一個 good idea 你不聽聽嗎? 好 你說吧 我為了令你這條紙更加好 我特意倒了一個科目 好 你說吧 但是你最後一天 你要抽三張牌 一張就是恭喜你成功 另一張就是 要你保持多一個星期 另一張就是 要你保持兩個星期 還有第四張 第四張就是 付1000元 在哪裡? 在不在 拒絕 吃完了 這餐是超級飽的 因為我叫了9個菜 再加另一個車制麵 那我就用我身體 生命作道住 看看我這餐 這樣吃之後 明天的數字 會有什麼變化 如果真的很嚴重 我日後就會自製回 其實我這餐不是真的想吃這麼多 我是憑著一火 實驗精神去做這件事 YES 今天第六劇 照舊就準備回公司 要開個會 然後開完會 我就要拍一條片 做些食物 所以拍完 做完的食物就可以吃 做完晚飯 這樣就完蛋了 完蛋了 12點 陪兒子吃宵夜 注意回來陪他 即是沒有 我沒得吃 這些時間 照舊是陪兒子吃飯 他又點了我最喜歡吃的 超越 超香 我要多點三個小時 開飯 今天繼續吃這個想法 加牛腩和麵 還有一塊雞扒 好 最後 開開心心完成這個挑戰 YEAH 都是這個九天的挑戰 最後一天 好 現在就來公布我們的結果 首先說回 我一開始做這個挑戰的時候 我的體重是多少 雖然很多人應該這樣看下去 是不覺得的 但我的確是非常非常的重 星期五的時候上榜 我的重量是 100.5kg 100.5kg 你再乘2.2kg 是多少呢 是221磅 我明白的 我知道你們覺得 看下去你不像這麼重 我都不覺得自己這麼重 但上了榜 就不能騙人了 我的確是這麼重 九天挑戰下來之後 我最終額的體重 96.5kg 即是我剛剛好 是減了4kg 應該是8磅幾 但體重就不能夠完全作準 因為體重 它是包括很多東西的 因為你身體的水分 你的肌肉量 所以根據經驗 我通常都是找回 同一個時段 就是我每天起床去完廁所 出來磅 我每天都是用這個標準去磅 可能就會比較接近一點 然後就看看我們的體肢 由我第一天上榜的時候 我的體肢是31.6% 超高 好像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應該是比一年前更嚴重 我這一年的努力 果然是沒有白費的 到我最後一天上榜 我的結果是29.7% 即是我減了差不多2% 然後我的肌肉量 也是下降了一點 但因為我真的沒有什麼做運動 我相信如果你保持著做運動 應該就會有太大問題 我第一天上榜 就是65.15kg的肌肉量 最後一天是去到64.4kg 即是我少了1kg都沒有 然後就看看我的內臟脂肪等級 由我第一天 16.5kg 這個肯定是高於一年前的 然後最後一天就去到15.5kg 就減了1kg的內臟脂肪 中間這個時間就一直在16kg 和15.5kg 就到徘徊 沒有太大增長 所以經過這9天 我就發現了 原來你做這個間結式斷食 不代表你是可以亂禁什麼都可以吃 或者這麼說 你可以亂禁吃 你好像我這樣吃也可以 就是我吃9個送的車仔麵 加上底 然後又吃雞扒 又有雞柳 然後再吃塊薯餅 再做一條雪條 都可以的 但是可能你就會 頭幾天 你會瘦得最快 然後慢慢慢慢 它就會 沒有什麼大分別 所以減肥這方面 我就覺得可能做間結式斷食 你其實都要吃對的東西 會好一點 但是我就不知道 還有其他對身體好的效果 就是可能它會不知道怎樣 將你的細胞重新 那這些我們就檢查不到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進行到 但是我就這樣看 我也是建議 如果你開頭好像我這樣 平時是 真的吃很多東西 吃宵夜 偶爾又吃零食 又喝汽水 開頭都真的可以試一下 吃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不要真的要吃得那麼清 那麼健康 等你自己慢慢培養了這個習慣 會說真的很肚餓 很想放棄的時候 慢慢再將你每一餐的食物 轉回做一個比較健康一點 就不要說一到前一夜就直接沙律 吃到超寡 超齋 我覺得這樣反而你會比較容易放棄 還有還有一句 如果你本身是不太喜歡喝水的 這個間結式斷食 應該會幫到你喝到更加多水 我本身喜歡喝水 但是因為這個間結式斷食 我喝了更多更多的水 還有一件事就是 它可以逼自己早點睡 我感覺上這塊是它帶給我的 一些我開頭沒想過的好處 然後最後再說一說 我這條影片就不是要推介什麼斷食 純粹是一個挑戰 分享一下我這個過程的感受 因為有兩派說法 有些人就覺得斷食是不好的 我一天要吃三餐或者怎樣 有些人覺得斷食會好一點 多一句 我不知道 我也是上問看資料 那我不太喜歡它的說法 所以我就自己試一試 還有如果你真的想試的話 都不建議隨便試 建議就是找回一些醫生 或者營養師 了解清楚你身體的情況 再試一試 然後最後我就想說 這個間結式斷食 我會保持的 但是就不會再一天一餐 我可能會試一下 最少168 或者就試一下186 慢慢來 讓我自己吃一些 我很想吃的東西 滿足了我 想不到啊 最後還是成功挑戰到 開頭覺得很難 做一下又覺得 其實都真的 沒有想像中那麼誇張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看一些YouTuber 它是連續七天斷食 七天都不吃的 所以你看這些的時候 你再發現我每天吃一餐 其實好像都不錯 然後你的信心就大了很多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可能可以用來催眠自己 或者叫做提升自己的信心 的方法 好了就是這樣了 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大家說就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次完結了這個挑戰 我發現其實做一下這些挑戰 都不錯 所以大家也可以歡迎你們留言 看看我有什麼可以做一些挑戰 參考一下 好嗎? 多謝大家先 那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再一次多謝大家 就這樣吧 拜拜 大家好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片 也早前都收到消息 就是我們今晚8月8日 將會進行一個連續99小時的直播 就是看著怎樣由零開始 製作一套微電影 就是和大家一起參與 去製作這件事 但由於澳門 昨天就很不幸 就發現了一旦 有個人就出去了內地 然後就發現他復陽 還是有陽性 我不知道怎樣 澳門現在就處於一個 可能都叫做 就是不太適合的時期 我們覺得就 喂 在這個時間 其實我們如果還出去 一群人拍攝 直播 好像就不太合適 所以我們這個 99小時的直播 將會延期舉行 讓澳門可能 情況好一點的時候 我們再做這件事 那跟大家說 真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體諒 因為始終都不想再有什麼 會影響到社會 好嗎? 那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